無論你是喜歡科技、潮流還是藝術都好 今天要介紹的這位年輕人大家都一定要認識 雖然只有18歲,也未受過正式的藝術訓練 但他的作品漂亮之餘,更加連不少名人 包括Justin Bieber和川上龍都讚賞過 而他亦有為不少HIPHOP歌手設計唱片風套 現在他的IG已經有27萬Fans 今天就一起看看他的作品究竟有甚麼吸引 不過看之前又是要提醒大家 記得Like、Comment及Share我們的影片 未訂閱的話就快點訂閱 按下小鐘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我十四歲左右就開始了我的Instagram account 那我就包含畫一些Digital artwork 那我就越畫就越成熟 然後現在就開始做一些其他的東西 好像現在做一些Sculpture 那我就打算慢慢自己更改善 然後做一些特別一點的東西,大一點的東西 我其實是有學過幾年 但是那些班不是教 但是每個禮拜會叫你畫一幅畫 但如果你說學過的話 我都是自己主要是Self-Talk 我畫歌也是在家裡很教的畫 我都會說我的影響是有些是日本漫畫 雖然我是不看的 但是我上網都經常看到很多的 reference picture都是用一些Anime 所以可能那個就會影響到我一想的時候 一畫出手的時候就有這樣的Style 還有可能因為我很喜歡旅行的 經常去日本 所以都吸收了很多不同的Culture 自己都…如果我看到一些東西 我覺得漂亮的話 自己都先記住 看到她作品的構圖 用色和畫工真是很難相信她是從來未正式學過畫畫的 而四年以來她都主要是靠一部iPad 一支Apple Pencil邊學邊畫 雖然作品相當有日本動漫風格 但是她就說她甚少看 據她所說 靈感和畫風其實都是從生活而來 當然也不少得她最喜歡的潮流文化 全部這些衣服的東西我都會自己穿 所以我都不是… 那些品牌我是喜歡才畫 是…有啦 我有NMD 我有對BabeStar 我那裡畫了一對Superstore 我現在就穿了 有些我是沒有的 但是…可能我… 在Instagram我看到這個設計很厲害 那我就… 不是… 我知道那個品牌 我知道那個產品 我就畫了 但是我全部都喜歡的品牌 有個… 有個… 有個品牌在美國 它叫Mowa Loa 就做了一個展示 是… 現在是… 這個… Y2K 這個trend 是很出名的品牌 所以我都想買她的品牌 但是… 很難因為… 只可以上網買到 加上他們在美國的品牌 就比較難一點 雖然單單看畫作 就已經看得出她的藝術和創作天分 但是真正令她在網上被受潮人注目的 就一定要說她們 AirPods Max 但其實這些畫都是… 就是… 被人看見都沒有… 我現在的頭部弄得那麼多 因為我一頭部弄大一個的時候 是… 在Instagram好像沒有人見過 所以就是… 我一post之後 就… 很多… 一些… 一些Archive帳戶在補貼的那些東西 所以… 就做到她現在是… 很… trendy 好 其實… 我一向都有戴 我不是為了這個design來買 是… 上年是買來 是… 只是聽歌 但我差不多天天戴 所以我就想著 怎樣可以再做到她更厲害 加上… 我… 這個product 我覺得是很aesthetically pleasing 那我在想… 怎麼可以再加些東西上去 做到她… 做到她更創意 或者是比我… 做畫家的身份 所以我就想… 最後就想到… 去做一個… 好像一個… 3D Print 那就可以放上… 那個… 頭部上 然後就可以這樣戴 這樣做到… 要做嗎 我想… 做到的時候 我已經有一個… 想… 好像… The Flash 就有一個東西 在它後面射出來 所以就特意做到一個這樣的形狀 但我就… 想怎樣可以做到她更漂亮 加上… 我特意加了很多的organic shape 進去 它好像融的感覺 所以我就這樣做了這個設計 這雙手機是我覺得最獨特的 因為這個差不多在社交媒體100K 所以我看得出很多人很喜歡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是我和GLAB另一個藝術想出來的 這個概念就是有些類似Toy Story 就是像come to life 就維持了耳機這個 其實第一個版本是有色的 但是它自己手畫 所以就放在它那裡 但這個就是再印刷 我就想留把色 因為有很多細節 我是怕如果有顏色是會遮蓋 所以這個是特意留把色 我不知道我投稿的時候會怎樣反應 因為那個transition都很大 從Digital Art到Sculpture 所以我自己也想了很久才做一個 加上我知道 transfer從2D一幅畫到3D 是有些困難的 所以我也有找我哥哥幫幫我 因為他在大學現在讀architecture 所以他也懂得做3D模型 做一些模特兒和Sizing 所以才能配合到上個頭部 可能一些rapper或者出名的人都會找我去做些頭部 我也有考慮的 但是如果我沒有時間做一個新的 我就做多一個舊的Version 然後就傳給他 當作一個Sample 當然了 靈感不絕的他又怎會停留在AirPods Max身上 他其實已經開始更加大型的立體創作 包括為Studio Display和Mac Mini製作裝飾 真是想不到一部電腦都可以變得這麼特別和有型 同時他亦都計劃為AirPods Pro和Apple Watch創作 當然亦都不少得他最愛之一的波鞋 其實我設計鞋 我是從我開始興趣的時 都是很想做的東西 雖然現在沒有資料去設計鞋 即真正去 mass produce 但我正在想 反正正在做繪圖 怎麼可以加繪圖上鞋子 我就想到可以做一個lace lock的想法 即是用鞋帶去綁住繪圖上鞋子 之後可以做一些厲害的東西上去 我這個概念都未見過 所以我也想去試試一下 這雙鞋的lace lock中間 我做了一個呼籠骨頭 現在這個也是我的品牌很珍貴 是好像一個scope 只有三隻腳 這個想法 其實是 我畫出來是沒有什麼inspiration 我只是想有一個很型的形狀 加上都是很organic 有些洞洞 有什麼鞋帶都可以放上去 所以這就是個概念 我打算繼續探索 怎麼可以混合技術和工具 和藝術 所以我慢慢還在看 或者看一些產品 看看我想一下怎麼可以提升它 我其實是沒有定想做一個圖 我其實想再更加探索 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媒體 因為我對很多人都有興趣 我對很多人都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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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都 現在就做一個hand sculpture 但可能遲些做其他事情都不知道 所以我也想 自己叫自己一個creative 不想限制自己去做其他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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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限制自己去做其他事情